我們現在把硬體準備好 你從左手邊 左手邊這些都是所謂的積木程式 所以現在寫程式各位很幸福 因為你就拉一拉就好 就很簡單 那你看我們從左手邊 你會找到那個叫做開發板 有沒有 這裡你把它這個 每一個都是一個目錄 所以點進去會有什麼 相關這個功能的 比如LG燈 它就全部放在這個目錄裡面 那我們現在有一個開發板在這裡 所以我就按著上面這個廣告 往外拉一下就出來了 我們現在這個呢 其實它就是馬克壓或Fly 那我透過模擬器的方式 也就是我現在用模擬的 然後呢連線到什麼裝置名稱 這個裝置名稱 因為是模擬器 所以隨便你自己命名 沒有關係 你可以自己命名 但原則上就英文跟數字 不要用中文 雖然中文也可以 但是這樣比較不好 好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我有一個LD燈 所以我們會先把硬體的部分先加進來 就好像我們電腦開機 作業系統就要先起來 對不對 起來之後你才可以執行你那些應用程式 比如說Adobe的 Photoshop 也聊睡覺 那些東西 所以我會這樣弄進來 但是很重要的 腳位一定要對 我剛剛的這個腳位我用在哪裡 我是用在10 所以你在這邊的話 這個腳位就要用到10 就好像插電一樣 你插錯位置很抱歉 就不會亮 好那我硬體都準備好了 我就可以來這邊告訴他 你可不可以閃爍一下 有沒有 LED跟相關的都在這裡 都在這裡閃爍 那我現在就寫好程式之後 就右上角有一個像YouTube一樣的Play 按一下 這樣有沒有亮了 了解了齁 如果你要玩真的可以嗎 可以 我就告訴他 欸對了 人家很認真喔 什麼叫很認真 你按下去的時候 有沒有看到這裡電會插進去 這裡會亮起來 當你停掉的時候 有沒有 那如果你要玩真的 我有準備一台真的 你可以通過Wi-Fi 連到這個裝置名稱 可能是GOE 這個是我們家的寵物 所以我按Play 這裡有亮 你看哪裡有亮 有沒有現場這裡在亮 這裡 這樣有看到的對不對 對 這樣你覺得 你有沒有寫很多層次 好像沒有吧 對到這裡去的 這樣有看到就好了 齁 所以呢 我轉回來 你看你剛剛寫的哪些層次你知道嗎 在這裡 Java Script 就這樣 就這樣子 所以他寫完 事實上就是網頁 就是網頁 所以如果說你會寫網頁 你可以把那個內容就call過去 把call過去 你在網頁上就可以控制它 這樣會不會的 所以我剛剛用的是什麼 模擬器嘛 你們先用模擬器 如果你想玩我這一台 你就用Wi-Fi 因為我們現場有Wi-Fi 然後你連到 只要你知道那個裝置名字 就可以成功 就可以成功控制它 所以以後你應該知道 那個 科幻片裡面的情節會出現 你人沒有在家 別人都控制到你家 有沒有 你隨時被監控 事實上各位 因為你現在走在路上 你不覺得 到處都有人在看你嗎 你沒有覺得 喔耶耶耶這樣嗎 路上有沒有很多監視器 早期很早的時候 你會覺得很新鮮 喔那裡有一個 那裡有一個 現在你走到路上 會不會理他 不會因為你怎麼走都 沒辦法到處都有 對吧 好吧 給你玩玩看喔 給你先試一下